- 剛才我們提到天能石或怪石,是否那些名人,甚至政界的名人都很想收藏一下? 肯定,因為石頭的能力和石頭的價值,就算漢似裡面沒有能量,不是這種作用的石頭,由古至今,中外也有很多人喜歡搜集一些奇石,一些珍貴的石頭,有時候可能只是在於它的品種,那個難得,都已經很有意思。 它是收藏的價值,因為你真的很細緻去看的時候,你看到它是有分別的,而且你會看到裡面有很多學識在那裡。 但我懷疑那些人去收藏這些石,特別是名人,就有某種目的。 你某些名人呢,可以換錢換錢,石頭換錢。 剛才你提到那個天能石,是不是這個曾經日本某政界人士都想擁有? 這個是很經典的,因為天能石裡面有很多種不同的款式。 我試過有一次,我介紹了一個我的朋友,宇人薇楊少赤,他就是幫NHK拍了一個紀錄片。 他拍這個石? 是,他有拍過出來的,他認識了這位,因為我介紹他認識這位師傅之後,他覺得很有用, 因為他有的石頭,他講的東西,你會發覺很適合了一個專輯來講。 其中有一塊石頭,天能石,那個石頭就是很粉紅色。 你就這樣看也很漂亮,不是很大顆的,大概是一個紙頭的體積。 那種粉紅色,但是那種粉是很輕的。 但是那種粉紅色裡面還有一些很細微的白色的紋。 但是那個白色紋,你細緻看的時候,那些白色的紋,就好像一些納米的櫻花葉。 哦,那就厲害了。那日本的政界一定很想要。 對呀,納米的櫻花。 那他看,哇,很漂亮。 而且,你一直在不同角度去看,都覺得很漂亮。 而且那個師傅也叫那個普丁薩, 你在哪裡拍,而且你不要走著,你晚上,你近著旁晚,直陽那時你再去拍, 你就這樣用普通攝影機,都拍到它裡面有不同的光澤, 出來了,會漂亮得很厲害。 因為那塊石頭,為什麼會拿出來說呢? 因為曾經有一個首相,現在爆出來, 他現在還沒做首相。 不是的,他再做回你,就糟糕了。 他再做回你,就糟糕了。 他還想要,因為他... 他還沒死的。 對,他還沒死的。 還有那個很出名的,說他的名字。 小巡長一落。 他的髮型很特別。 他的頭髮跟我一樣。 他說他是白色的,不是黑色的。 他之前不是白色的。 他很鍾愛那塊石頭。 但是他怎麼知道有這塊石頭呢? 他有很多人都看過那塊石頭。 就傳給他聽? 對,拍了照片。 應該他也是有見過的, 因為應該他見過這位女士。 他也跟一位女士說, 他就說, 你可不可以把這塊石頭給我? 你開多少錢都可以。 因為那些天人石, 因為產量不太多, 很貴, 都可以開到一個價錢。 就是無價之寶。 是無價之寶。 就是無價之寶。 他就說, 不用開了, 我不會買給他。 我以為你不用開了, 我送給你。 為什麼不會賣給他呢? 他就說, 不要說那麼多了。 所以他就說了給那個普丁先生。 因為他說, 不好意思, 因為他是中國人。 而那位是日本人。 還在手上。 他說, 有些事情我放不下。 即是這些歷史的問題, 我放不下。 不是你的問題, 是歷史的問題。 因為有時候, 譬如, 譬如, 儲這些石頭, 玩這些能量石裡面, 你都會覺得, 他自己有一個格子。 有時候, 他的格子, 他有一個念起, 這件事的時候。 這個手上, 不好採。 沒有, 我覺得沒有所謂。 可能說起來, 大家合言。 他有沒有聽過一個典故, 匹夫無罪, 懷逼其罪。 不, 因為你是那個身份, 你在那個姿勢, 始終有一件事, 你要承擔的。 這是最簡單的道理, 大家都應該要記住, 你不要做那個位置, 你做那個位置, 你一定要有所承擔, 你不會說不關你的事。 但是, 你會不會估計, 他想要這個石頭, 不是純粹美學的原因? 有其他? 可能也不奇怪, 因為那個, 我相信, 你這樣說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石頭, 我相信, 這塊石頭, 如果他擁有了, 他一定會變成全家之寶, 這個很簡單的, 因為我看到, 我都很喜歡那個石頭, 但是, 你會看到, 那位姐姐, 基本上, 是國際人來的, 很開胃, 那個報酬師, 我可以用一顆, 你不要問題, 不是日本人, 跟俊人, 即是那個關係, 現在, 我相信, 大家會了解, 他基本上, 那些石頭, 其實我是會很擔心的, 因為, 他會令到你很中愛, 對我來說, 就是一種妖味, 因為我也是很喜歡, 看完之後, 我想, 我的眼光, 暴露了我的, 不貪辣, 我看到一個, 他說, 幾圖, 我就送,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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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他那些, 他的經歷, 尤其是, 不會只是天籃石, 有很多塊石頭, 可能他們有時間要多說一些, 那些石頭, 有時候你接觸到它, 因為我都不是說, 喜歡收痕或者其他那些, 但是真的, 如果你在那時, 不斷就在碰這些石頭, 因為那些石頭是好的, 他會餵飽你的,你真的會感覺到你整個身體有一種很強的Energy 我經常去看他的能量時間,都餵飽了我的 如果他做生意來說,每次都應該要收錢 我相信那位朋友,你不要開人名字 他生活的條件相當優越,會比較容易結交朋友 這個石頭本身帶給他很多 我想他最關鍵是,他已成為大師 因為石頭裏面他認識,因為他真的讀 開頭是讀回來的,讀完之後他自己本身就有很多 變成了他的事業 所以他有很多石頭也很珍奇的留下 有時候他也會告訴他,如果你收錢的那些朋友 你不要就這樣買石頭 那你說他會不會有很多信仰 或者想收錢,找他去尋找這些石頭? 肯定是,因為他本身也有開齋譜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的 一說起都知道,其實我不說他的名字 大家都知道是誰 我想他在那個範疇那裡很出名 因為他那個齋譜,很多人都很喜歡去尋找 有幾間店 那他最關鍵呢,你會看到,譬如說起石頭的頻率 你就會看到很明顯之分,譬如地舞出的 即是我們地球的原生 有些是天樂 但是很多,麥加朝聖的黑城是天樂 應該是 我認識一些回教的朋友,伊斯蘭教的朋友 有些人都說,你有沒有去過那裡體驗一下 因為我想可能進去那個場 其實大家現在都不知道他是不是 裡面真是一個大石頭 因為他都很好保護那個 但一定在那個場裡面 那個能力是很厲害的 而且他是這麼大舊 除了那裡之外 因為很多時候你會看到 那個如果是地球出產 原產物裡面那裡 水土 或者近火山 口那些 裡面他金木水火土 你也是可以看到他的分別 但是如果是天外下來 其實大部分 他因為天外都是那些叫殞石 那些居多 他一定是辣到飛起的 而辣辣的 他的 energy 就會很強 如果你的人濕氣重 陰氣重 你有時候草的石頭 就會有個好處 你放在手上 那時候 都會令到你的人 都乾很多 正很多 但是原來有一個普遍的知識 有些這些殞石 你修煉的時候 就在家裡修煉就好了 或者一個叫 一個地方 不是州居浪洞的那個地方 你到處帶你去 千萬不要帶他出去 尤其是駕車人士那些 因為他如果有時候 有支石 其實說起來都可以了 就是出了名的 就是剛才第一節 你也有問那個叫做 捷克陸殞石 不要帶他出去 因為如果你帶他出去 如果你是駕車人士 你 你 他會影響到你的意志 當刻的意志 有時候 因為他太強 那些 energy 如果他的 frequency 他蓋過你 他會凌駕你 那時候 有時候會令到你 可能high了 或者那一刻 你忘記了自己駕車 那你就會出事 有幾宗出事的事件 還有一些是大人物 那不說那麼多 那都是因為 出事之後 他自己知道 他說出來 其實他身邊有一條 綠銀石的鏈 那所以這些 你會看到 其實那些 這些能量石 裡面 很厲害 他的頻率 有時候 有些是很強 有些會適合 跟你的身體 融合 有些 可能他分分鐘 駕馭了你 都不站 所以這些 不是神奇的 如果你越力得多 你都會知道 他裡面有 有很多這些 細緻 東西 剛才你說的 石很小 但我看見 有些人 不知道是甚麼怪癖 很喜歡在家裡 放一些很大塊的石頭 你有沒有認識這些人 事實上 尤其是有一些 紫水晶 是 因為紫水晶 是 幾有 那種 幾有作用 在那裡 有時候他 他放在家裡 或者放在店裡 是一個風水作用 很強的 尤其是 有很多不同的 那些 水晶 他都有他們的 那個 不同的 那種作用 所以 你會看到 有時候有些人 最流行的 紫水晶 就是 割了一面 那裡 那個是 一個風水 的擺法 非常之 多有用 那那個 他 最簡單來說 這些 紫水晶 你這樣闖道 那一刻 你都會發覺 闖道那一刻 你都會看到 他有一種叫 凝聚力 尤其是 那些 一塊 水晶 在裡面 一塊 切開了 那時候 你看到 他那種叫 聚力 是很強的 你會感覺到出來 但是水晶 有很多種不同的顏色 不同的 很七彩斑斑 我曾經 見過 有一塊 就是在這位 師傅那裡 見到 一個黃水晶 黃水晶 就是 整個大炮 應該是 四五個人 那麼大 就 板那個地方 他就說 他就說 當是 鏡頭前面 就是 那個紫水晶 他特地 那個尖端 就放在前面 他說 你站在那裡 伸手出來 跟他做個感應 當我伸手出來的時候 我發覺他這麼多 推我的命 整天的 energy 是很強的 但是那個推那裡 我自己都感覺到 有些力 創出來 但是 原來 就在身邊 看的那些人 都覺得 那裡 那裡 有那個 紅色 還有給他推的那個力 就是說 在那個時候 那個 不是就這樣 在我的身體裡面 他的frequency 進到我的身體裡面 做出來的衝擊 嗯 然後那些 就這樣 在旁邊那裡 都看到那個 那個 energy 嗯 他有些石頭 是厲害 是厲害的 很厲害 到這些日事 就 在幾圖 才可以告訴大家 是 因為他是第一手經驗 但是我的疑問 就是 有沒有一些人 放在家裡 去做一些冥想 唸經 或者宗教儀式 那麼下一節回來 我們就講講 吧